各位,現在是英國時間1月6日下午4時,歡迎收看新聞傳送,我是王俊賢 因應Omicron,香港政府昨天宣布八國禁票和晚絲金糖色嚴厲措施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形容措施是快很準 不過今日爆出政府10個官員3日前出席百人聚會 裡面一人確診,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被列為緊密接觸者 被送去足高灣檢疫中心 林鄭月娥說對徐英偉感到失望 不過不認為自己要為他們行為負責 林鄭月娥埃曼開記者會主動交代,說1月3日日夜晚 一人安排宴會,裡面有超過100個賓客 其中一個出席者被送去足高灣檢疫中心 是一個確診者家人 她之後也在足高灣確診 今早知道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出席過當晚宴會 是緊密接觸者,只是安排她入檢疫中心 林鄭月娥說那個確診者夜晚9點半後才到達會場 所以9點半前離開的就不算是緊密接觸者 當晚有10個政府官員出席該宴會 當中8個官員在9點半前已離開 包括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跡智 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靜宇 副局長陳浩廉 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 創新及科技局政治助理張曼妮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建文 警務處處長蕭澤儀 和廉政專員白雲六 林鄭月娥說 8個官員強調他們沒有坐下吃飯 並已提供證明他們在9點半前離開現場 包括安心出行紀錄、政府司機紀紀錄 和另一個場所使用安心出行紀錄或八達通紀錄 所以相信8人並非緊密接觸者 另一個官員 入境處處長歐家宏未能確認 他聲稱9點後到達會場 不過特留時間很短 也沒有去到餐廳主要部分 要再交由衛生防護中心處理 他說對政府官員仍然出入大型私人聚會感到失望 尤其對徐英偉感到很失望 說他沒有跟隨衛生指引 他坐下吃飯、脫下口罩拍照、增加風險 個人要負上責任 提醒政府人士 Omicron已經進入社區 要嚴守結論、避免出席現回 被問到事件會否影響他連任 以及會否就事件負責 林鄭月娥說 民望和連任從來不在他的工作考慮當中 說每個做領導的人要問責 不過並非要為其他官員而負責 如果行政長官要負責將不利管治 強調沒有推卸過自己是香港抗疫第一負責人 但明然會對官員做最適當行動 不過今天不適合公開 他又說有關燕匯食事是D類食事 規定所有員工和三分之二食客要打針 會徹查攝氏餐廳有沒有違規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在Facebook發文道歉 說要為錯誤行為負責 不過沒有提到自己會否下台 徐英偉在林鄭月娥公開表示對他感到很失望 相隔半小時在Facebook發文 用黑底白字做圖 說中心數據對不起 作為問責官員我應該更加警惕 說要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負責 會守規定接受隔離 也會吸取教訓以後不能再犯 不過他首要道歉的不是香港市民 而是中國 他說要向中央政府、行政長官、 問責團隊、 民政事務局同事和香港市民道歉 徐英偉又說在檢疫期間會認真、深切反思 不過沒有提到自己怎樣負責 包括是否下台 政府官員涉嫌出席大型聚會違反防疫規例 消息說聚會是人大代表洪惠文的生日會 多個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都有出席 其中立法會議員陳仲黎、優達根和陸漢文 正在等候檢測結果 有結果之前不能出入立法會 消息說今次大型聚會是港區人大代表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 洪惠文的生日派對 在星期日日晚舉行 也即網上流傳政府將會封關禁堂食 政府嚴正澄清沒有關計劃當日 除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交代的10個官員外 立法會議員陸漢文、陳仲黎和優達根都有出席 陸漢文說今天中午德式直上有客人初步確診 說自己並沒有跟那個客人交談 他和家人都已經做檢測 也要求議員辦事處所有職員立即檢測 以及在家工作直至另行通知 陳仲黎說只是跟那個初步確診者打個招呼 他腳助理就有較多接觸自己會去做檢測 立法會秘書處說 三個議員聚得陰性檢測結果前都不能回立法會 中信大廈的議員辦公室已經安排精結公司消毒 香港出現Omicron傳播 社會議治政府將矛頭直指國泰空中服務員 不過不少國泰員工極為不滿 認為政府推卸責任 過去幾個月採取客機去貨機犯的操作 政府也一定之成 質疑政府是否都有責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記者會 直指國泰有機組人員 沒有按照政府檢疫安排 整個社會付出龐大代價 國泰在法蘭克福基斯事件後 自行規定機組人員回香港後 要自我隔離三天 不過由於人手緊張 有國泰空中服務員向我們說 國泰過去幾個月有阻取客機去貨機犯的操作 變相客機機組人員以無在客客機回程 以貨機機組人員身份 可以豁免強制隔離 相信政府不可能不知情 否則不可能以此操作幾個月 據舉例 如果客機由香港非美國紐約 不過回程時無在客回香港 機組人員可以獲得公司信 證明那班機無在客 便可以豁免高危區域隔離 只需三天自我隔離 不過公司沒有提供任何資源 但他認為措施本身都有漏洞 因為由香港出發的班機 本身都有其他轉機客 同樣有感染風險 一直沒有爆發只是行運 目前爆發便將責任推卸空中服務員 立法會議定2022年1月至7月會議議程 財政司司長將在下月23日發表財政預算案 5月4日進入審議預算案的最後階段 當日官員會回應議員發言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等人 日前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面 認為完善選舉制度、國安法、立法之後 民生顯得更重要 認為財爺應該大刀闊斧 要拿多些錢來撐住經濟 在會上他提出7大重點建議 包括要求加快推進北部都會區的建設 設立鄉郊基礎建設發展基金 撤銷住宅、物業、印花稅等辣椒 建立中國歷史博物館 以及建議政府向市民派發5,000元 花旗銀行研究部日前預計 今年年中會有較大規模的通關 但仍然視乎變種病毒Omicron的疫情發展 如果本港能達至通關 不建議當局在財政預算案再發放消費券 認為庫房儲備應該用於中長期發展 根據日程 本月12日 立法會將會進行首次會議 當日是行政長官答問會 下月16至18日便會辯論施政報告議案 英國週三新增194,747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 另外再多334人死亡 英國政府宣布 Plan B防疫措施會延長到1月26日 期間繼續要求民眾在室內和公共交通工具戴口罩 只需要做化粧檢測便可 無需再做PCR檢測 只需要自我隔離 據報政府也計劃 考慮進一步縮短 染病後隔離期到5天 另外政府也放寬部分旅遊限制 星期五開始 進入英格蘭地區並且已打兩針的旅客 啟程前無需再接受PCR檢測 只是要求旅客 抵捕後兩天內進行快速檢測 如果呈陽性才需要做PCR檢測 而確認會否感染新冠病毒 國家統計辦公室數據顯示 去年最後一個星期全國有接近375萬人 即超過6%人口確診 直近15萬人不治 但計英格蘭15人當中有一個人染病 比對上一個星期每25人有一個人受感染上升 而在倫敦每10人當中有一個人檢測成陽性 直至1月4日 英國有90.2%人已打第一針 82.6%人已完成兩針 另外超過6%人已打第三針或加強制 英國NHS的壓力升溫 至少有24個NHS機構宣布發生重大事故 官員承認Omicron對於英格蘭的公共衛生服務 造成沉重壓力 交通大臣夏博斯表示 鑑於新的病毒病例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政府正試圖在實施進一步限制 和不允許醫院崩潰之間 尋求折衝方案 夏博斯承認 英格蘭的137個NHS機構當中 至少有24個已經宣布發生重大事故 意味已達到警部級別 緊急服務可能會受到影響 塞爾維亞網球手祖高域被拒入境墨爾本 或沒有機會參加月中的澳洲網球公開賽 路透社報導 祖高域被帶到一間酒店扣留 祖高域的代表律師日品法院 反對澳洲當局取消簽證的決定 據律師表示,星期一最終聆訊前 澳洲並沒有計劃遣返祖高域 澳洲總理莫里順昨日表示 所有入境旅客都要接種兩劑疫苗 沒有人可以凌駕規定 要求祖高域出示有效的醫療證明才可以入境 澳洲邊境部門表示 祖高域未能提供合適證明 證明符合入境條件 所以被取消簽證和拒絕入境 據澳洲傳媒報導 祖高域的團隊錯誤申請一款 需要出示醫療證明的簽證 而祖高域一直沒有交代自己 是否已接種新冠疫苗 塞爾維亞總統姆薛奇表示 全國都與祖高域站在同一陣線 要求停止對他進行干擾 據報姆薛奇已經召見澳洲駐貝爾格萊德大使 要求立即釋放祖高域給他參賽 而對於澳洲拒絕祖高域入境 西班牙網球手拿到就說 疫情對於全世界帶來重大挑戰 不理解澳洲民眾對於事件感到沮喪 因為他們經歷了很多非常嚴厲的封關 他又補充自己相信醫學專業 如果專家說需要接種疫苗 大家就需要打針 又說大家可以自由決定 不過凡事當然有後果 還有天氣 初時英國東部光柱明朗 不過隨著一度廣闊雨帶 中午過後環顧英國轉為下雨 山區有雪 西部會有大風和雨雪 氣象局金明兩日向北外爾蘭 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發出黃雪和結冰警告 指望星期五會繼續受惡劣天氣影響 出現狂風雨雪、冰雹和淚暴 北部普遍地區會有大雨、西部會有雪 在於東部地區較乾燥、間中有陽光 倫敦星期五氣溫介乎2至6度 碧仙圖4至6度 加力夫城4至6度 馬捷斯特1至3度 奧丁堡0至2度 貝爾法斯特2至4度 新聞傳送到此為止 拜拜 貝爾法斯特3.0度 每非常非常非常急 這位公司這位聖副叉 咨詐 你们иче衛 Benedare 聖副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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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